ή 好 這裡才好運是 解決生活的大小事 今天寶箭讓你 現在才知道 大家好 我是萬事通小姐 好今天憲哥 我們要來聊聊最熱門的話題 對 沒有錯 我們台灣會說 不過全世界 有一個四年一度的 世界杯足球賽 全世界都瘋狂 你知道看了一個月以後 身體的危機找上你的 帶出健康的體態 另外三位瘋狂氏族賽的 藝人朋友們 也要來分享他們 到底有多High喔 我們看在上次 四年前是南非的氏族賽 對 那一次有 一個月裡面 守在電視機的前面 那這一次在巴西的 舉行的氏族賽 可能會超過上次的 北京奧運會 全世界幾億人 不知道 72億 72億 對 所以兩個裡面 就有超過一個 都在瘋卡丘 而且超過一半 你知道有代表多厲害嗎 就不管老老稍稍都要看 才能超過一半喔 對 如果把小孩子扣掉的話 那可能三個裡面 有兩個都在瘋卡丘 而且還有很多國家 是那個沒有電視的啊 對 都沒辦法看啊 所以我們今天在座的 包括專家跟來賓 可能我們六七個裡面 有五個是瘋卡丘 而且重點是 雖然台灣今年就是 沒有參賽對不對 我們不是沒有參賽 我們從來都沒有參賽 從來沒有參賽 但是我們可以參賽嗎 心裡覺得有參賽 但是我們心裡覺得 我們有參與感 所以大家都非常的瘋釋足 到底有多瘋狂呢 來問一下我們的萬事通 一個傘 我散 地球 進門啦 沒有錯 最近大家都在瘋氏族 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樣 都在盯著我們電視看呢 沒有錯啦 說到的運動賽事 為什麼就是足球運動員 這麼多帥哥呢 大家看一下螢幕 嗚呼 這些都是我們足球很紅的 一些足球明星啊 本身呢 萬事通非常支持的就是 我身上這個 阿根提10號美希 啊 13次 太帥了 可是呢 像是昌明之後 他可能就是喜歡看辣妹 我們來看一下 各國的辣妹通通 都會在球場上加 好棒喔 不曉得電視機前面的觀眾朋友 你是支持哪一隊呢 先問一下女生好了 好 所以小優今天穿著身上這個字 我今天是巴西隊 我現在的最愛就是她 艾莉莎 還這一套 可是可是你的服裝是不合格的 因為巴西隊 你問問艾莉克斯 有人這樣穿嗎 巴西全部的女生 因為每一天 每一比賽 看過江妮華的沒有啊 每天比賽在什麼半場 或者是進球 他們有時候會攀那個觀眾 那些女生都是穿比基尼的 比基尼或是超低胸子 他們球衣是這樣子 這樣子 然後自己直接剪刀剪下來的 還是你要現在拖掉還是... 對 可以嗎 可以 拚了 小優拚了 拚了 拚了 通告費加費 加費 我怕尺度 不要怕... 他們不怕罰錢 對... 不好意思... 我們有情況剪掉 我怕是罰我一個人的錢 湯明會把他的通告費 捐給你吧 我自己捐 來 冷靜一點... 好 所以到底支持都有多瘋狂呢 因為其實呢 我跟你講女生呢 真的是平常完全一竅不同 什麼腳球啊 什麼什麼球 我們一點都不懂 技術性的話也不懂 誰聽得懂 到了世界盃都懂了 真的 因為這個時候 我們需要是去看帥哥 你知道我就背各國帥哥 因為我自己還有帶圖片 像我現在最熱愛的就是塔內瑪 年輕的 他真的太帥 只要有他的場次 我跟你講我那天就不睡了 整夜不睡 對啊 因為就是 可能剛好巴西隊有時候會排到 因為你想跟他睡是不是 你懷卡 對 現在要看視組之後 尺度會大開是不是 真的 而且你知道 當我們就是去酒吧看球賽 然後那時候那時候 男生朋友都說 進球... 我們說 內瑪爾... 我們都在叫他的名字 很討厭跟女生看 真的 所以你們... 你是特地去酒吧看 對 都會跟朋友相約去 因為那個氣氛 那個嗨起來 然後那個電視這麼大台 你才可以看他的那個 你知道 衣服黏住他的腹肌的感覺 就是 我朋友他們買運彩之類的 所以他們那個就是會 更有得失心 對 所以他們就可能 那一天支持的隊 跟我不一樣 我可能就是為了帥哥嘛 我沒有在理他們 結果你知道太氣了 因為就看一看就說 然後內瑪... 一啪 就把啤酒整個打翻 然後還打翻到前面的那個客人 然後他們整個這樣 就認識在不爽的男生有沒有 然後我整個這樣 然後他怎麼樣 可是我覺得在酒吧 應該很容易發生 對啊 妳叫撲過去 不好意思 內瑪爾 不好意思 不是 而且在酒吧 我覺得是比較尷尬 因為比方是在公開的場合 不一樣的 然後如果說跟旁邊的客人 剛好你酒打翻到他身上 然後又剛好他支持的 跟你不同隊 對 會吵架 對 會吵架 不好都打起來了 對 就不一樣 所以昌明客 你也是就是這麼瘋嗎 男生喔 不會再看這個男生有多帥 我們大概看到他出的 那個感覺跟技術 因為那個氛圍 才是我們要看的 你真的只是看技術 就這樣 當然還有他們的馬子 我們會看一下 他真的很辣 對 每一個都好震 或者是旁邊的啦啦隊 還有攀到旁邊的時候 那個是讓我們可以 在半夜看的時候 會醒腦的一個畫面 對 可是因為就是它播出的時間 好像都是要熬夜的時間 熬夜 所以依照我們的年紀 我們有自知之明 我們沒有辦法每天 體力不一樣喔 體力不一樣 我們可能十年前 每天看我們OK 對 但是現在我們這個年紀 看一夜 熬一夜 我們當然要補一個禮拜的年 而且重點是你早上 還要趕那個廣播的Live耶 對啊 好早喔 所以我就曾經有 因為看了之後 我早上去做電台 我節目名稱還爆錯 你腦袋會放空 你完全不會運轉 然後就恍惚的狀態 那很恐怖 真的 就一開始的時候 就說西班牙今天1比0 對 西班牙 西班牙你真是爛透了 西班牙 去年冠軍 你今天在幹什麼 小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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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下就被淘汰了 還去年冠軍 還起見了你 連教練都上錯特色 搞什麼東西 他們應該回不到西班牙 真的 哪有回到西班牙 會被大媽 會被... 要下飛機一定會有人丟東西 抱著很慘 好可憐喔 但是話說好了 我真的很羨慕小優 因為單身的狀態 你說要去哪裡 或要去看朋友揪是很棒的 我們是因為有家事的人 你也很想去 我們很想 就修老婆一起去啊 修老婆這麼扁啊 亞蘭是證明的人 她從頭到尾 一場都沒看過 真的啊 我們看起來看足球 色鬧出來不能吵到她 可是到底她 她是因為Live的關係 所以時間是這樣 一定是年少 因為你不能看重播 你看重播那個時候 因為你沒知道分數了 重播已經知道 沒什麼分數 但是呢 所以我們叫她偷偷摸摸 鬧鐘你要放在枕頭底下 因為你不能太想 想了之後 趕快按掉我自己起來 你是定鬧鐘起來看喔 不然你爬得起來喔 因為有四點的 不是啊 我以為你直接撐到四點啊 我沒辦法啦 我會黑暗明啊 會看到住民啊 住民都看到了 起來偷偷摸摸 你要跟小偷一樣 然後到客廳開電視 電視你又不能太大聲 因為孩子也在睡 對 然後燈你還不能打開 因為太亮會讓他們刺眼 那有時候看到太激動 忍不住會餓 這樣子怎麼辦呢 自己搞一些零嘴 然後還要小心 不能打開太大聲 我又哭了啦 你家裡多小啊 大家都住同一個 搭住客廳嗎 你就知道 我們家才15坪 怎麼會打開燈 他們不睡在房間裡面嗎 不是 他房間裡面 但是孩子 孩子的門沒有關啊 你不能他們吵起來啊 那你的門就關啊 你客廳不是打開燈啊 好 昌明是屬於比較悲情版的 悲情版的啊 你是因為詠賢不在 對 四年一次的這個四足足球 我覺得太棒了 因為這一次詠賢 差不多一個禮拜多前 詠賢帶了兩個小朋友回夏威夷 你整個都在事 是先安排的嗎 不是 事先安排的 你事先把它趕回去 我只是鼓勵那個日期 可以減少 然後你可以就去夏威夷 去讀那個夏威夷 這個暑假 然後正好這十天 我一個人在家 一個人在家 太爽了 一個人在家 十二點 三點 六點 凌晨十二點 三點 六點 十二點 三點 六點 有一段是四天 我看了十二場 然後都是早上 差不多九點半才睡覺 你是在四天看十二場 然後白天又要錄影 對 有一天我根本沒有睡覺 我直接來錄影 所以那你是在家裡看嗎 還是會跟朋友邀約出去 我都跟朋友看 因為一個人不好看啊 對... 一個朋友在那邊 只要有一個人從球 從這邊踢球 開始往這邊跑的時候 大家會站起來 GO... 然後沒有踢進球 我覺得就是要 就是要大家 然後沒有踢進 或者是人家踢進的時候 你知道那個氣氛大家會 大家悲哀也是 也是一個那種團體 就是那種兄弟 那你們朋友之間 難道就剛好大家都喜歡同一隊 沒有就是因為這樣 大部分都會喜歡同一隊 可是有時候也會對抗 那對抗的時候真的會吵嗎 不會吵啦 只是因為要付錢嘛 因為他們這樣一定是賭嘛 就是亂罵嘛 就是錢啊 就是... 對 大家小揪一下啦 對 小揪一下這樣子 所以聽到這邊你看吧 就是真的大家都很瘋狂耶 所以也要了解一下 你看來賓們這麼瘋狂 專家們是不是也會 就是到底是看門道 還是看熱鬧 你們有看嗎 真的是臭熱鬧啦 所以有看 有看就沒有說 比如說像是禮拜五的 晚上的就會看 因為六日可能比較會放鬆 其實我是比較看... 臭熱鬧 所以我喜歡看比如說 踢進烏龍球 那個是最喜歡看 對 所以你是跟老公同進退嗎 沒有... 妳在家裡看嗎 在家裡看 對 而且其實很好奇 就是覺得說 他們除了帥之外 就小揪講的帥之外 很帥 對 真的嗎 妳在看髮型啊 都不會 他們會不會有舒服化妝 隨時在補 而且我跟妳講 今天一定要看到最後 因為最後贏的那種是 對 我一直在等那個時刻 所以六一師你有看嗎 沒有 我沒有那麼瘋狂 其實主要是因為 那個... 這一次播的時間 其實是晚上 雖然其實白天 我覺得有時候 因為我們工作壓力很大 我覺得在看球賽的時候 有時候在這個時候 嘶喊吶吼 其實是抒發壓力很好方式 而且會有人說你啼笑 那妳為什麼不看呢 因為他沒有壓力啊 因為半夜晚上 妳妹的去自己針灸一下 就行了嘛 妳看什麼 對不對 我們家也是有小孩 有老公 所以我們這樣子看也... 早上沒辦法照顧小朋友了 對不對 是啊 又要接小朋友 而且要上班 所以這一次我就沒有參與了 但是四年一度 這是國家代表隊 這一次又是那麼的熱鬧 不過在時差的關係 其實在台灣都是半夜在播 那一個月下來以後 一定會出現很多很多 妳想不到的問題 萬事通小姐 歐勒... 大家每天熬夜看世祖 看到天荒地老沒關係 但是看到 如果你人變老的話 就完蛋啦 我們來看一下 風世竹巴黎大失控 狀況意義就是熬夜看球賽 世祖辣命 變成嚇人的老妹 其實主要就是因為 他播出的時間都是在晚上嘛 那我們照中醫講說 11點到1點是膽經巡行的時間 1點到3點是肝經巡行的時間 那肝膽跟我們身體的排毒有關係 剛好我們皮膚黃金修復期 也是在這段時間 是 所以我們這段時間 我們的表皮細胞 其實是新陳代謝最活躍的 可是大家不要以為說 我這段時間 我的細胞就會新陳代謝很活躍 它前提是 你必須是要在 充分休息 而且是熟睡的狀況之下 這時候你表皮細胞的代謝 才會活躍 所以這時候 如果你是在很激動 亢奮的狀況之下 其實你的皮膚表皮細胞 沒有辦法得到很好的代謝 你角質層就會越來越增厚 所以這樣熬夜一個月下來 你就會發現皮膚變得比較暗沉 變得比較粗糙 毛孔變得比較暗 不算一個月後 這兩個禮拜已經... 我也覺得 而且你其實在配... 真的 你在熬夜的時候 你看球賽 你其實通常都不會喝水 你喝啤酒 啤酒 可樂 炸底師 對 所以其實這些 這些飲料其實 並不會給你肌膚補充水分的範圍 造成肌膚水分的流失 請問一下廖醫師喔 真的一次喝水 接下來三年我就喝水了 除了你剛剛講的熬夜以外 我們看到三位來賓 臉上都有圖圖 某某 那其實這一些妝 對肌膚的傷害更大是不是 對 那這種彩妝其實 我們知道化妝品 一定還有很多的添加物對不對 還有一些乳化劑 界面活性劑 香料 色素 那這些其實 塗抹在臉上的時候 尤其是不是只有臉 因為其實大家都大面積的塗抹 之前臨床上有看到病人 就是他去那個酒吧 然後參加 就是他塗了很厚 然後五小時之後卸妝完之後 他整個臉對那個化妝品過敏 整個臉腫得跟豬頭一樣 對 就是產生那種 紅腫飼養的情形 而且其實這個卸妝也要卸得很徹底 可是很多人其實看完球賽 非常的累 根本有時候就洗洗臉 甚至沒有洗臉 就倒頭就碎 它其實會造成這些堵塞在毛孔 所以等到卸妝完就發現 怎麼開始長粉刺啦痘痘 甚至因為你這段時間熬夜 所以如果清潔不當的時候 你這個毛囊發炎很容易擴散 變成蜂窩性脂炎 那請營養師來救救我們 因為四年一度 你說叫大家不看 真的不可能 但是幾乎每天每天都在老化 來救救大家 其實我們一般在食物裡面 可以多攝取一些 讓我們肌膚稍微有一些保護的 因為既然都要看了嘛 那當然這個錯誤的這個行為 熬夜已經造成了 那我們食物就做一些補救 比如說我們可以多吃一些 富含有這些 特殊風味的 十字花科的 像花椰菜或者是洋蔥 有 洋蔥圈 我有吃三分 三分 是洋蔥圈 我也有吃 謝謝 洪昌明豐士族有意外收穫 越看老婆越美麗 昌明你完了你 你剛剛說什麼 都想要偷偷在這裡看 你真的有覺得 拚了幾天之後 視力真的不舒服 會 絕對會 我覺得人壓很大 但是這種情況下你看 每天看都覺得她很美 很奇怪